是寝之夜 这个妃子看向一旁的短剑 眼中闪烁狠翼 他想起了死去的母亲 便伸手握住剑鞘想要处决将军 谁知 生缘来自于一名侍女 此人叫英语 是将军母亲贵昌苑派来的守夜之人 他请安子夫人三思后行 要知道他一刀下去 葬送的可是整个木野家 他的父亲和爱人也是死罪难逃 此话冷酷 但也让安子彻底清醒 他只能收敛心中的仇恨 赞扮将军刚及左右 刚及对安子的宠爱无度 使得大傲众女都恨不已 其中恨意最盛的 当属孕育了子嗣的阿传夫人 他已给安子敬茶为由 故意将茶水泼在其身上 接着假母假样地请对方 去自己房里换衣服 安子没有多心 也就随着阿传一同去了 谁知在自己地盘的阿传夫人 彻底露出了真面目 他让侍女暗住脱掉外衣的安子 渐渐逼近慌乱不已的女人 靠美色引诱将军大人的人 他倒想看看适合角色 说把他掏出一把刀 打算就此结果掉这个拦路时 安子夫人绝望地叫着人 然而外面的人都在出席宴会 根本听不到他的呼喊 就算现在一刀刺破他的咽喉 只需要声称他是追随母亲而去 也没有人会怀疑吧 阿传将刀抵在安子的脖子上 神情几乎疯狂 好在此时天气呼风一扁 电闪雷鸣 似是大雨倾盆之兆 宴会上乱作一团 将军更是吓得抱头鼠窜 连连叫呼太可怕了 随即直直往宫殿里躲去 这个将军也太怂了 他四处寻找着安子 一把推开阿传房间的门 朝安子跑了过去缩在他脚下 一动也不敢动 被阻止杀虐的阿传 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将军平素坚强硬朗 但偶尔也会有此举动 说完阿传带着侍女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安子和刚技工 将军将整个身体都挪进了安子怀里 一直到大雨停歇 才缓过神来 为何如此惧怕雷声呢 安子的语气温柔的仿佛在唱童谣 刚即陷入回忆神情迷茫 而是他的母亲就很严厉 不允许他流露出一点脆弱 若是读书有一点懈怠 母亲便说无法成为天下人的表率 将他锁进小屋内 任他如何哭闹也不放他出去 也就是那时落雷便在附近 他吓得失去了意识 然而就算如此 也得不到母亲一点安慰 只有阿九里 只有阿九里会温柔地安慰他 听到母亲的名字 安子神情里露出悲戏 刚即却还是那样迷茫 阿九里为什么会死呢 他没能让阿九里开心吗 他明明已经善待牧野家了呀 这话真是荒谬 安子无从回答 眼泪从脸上滑了下来 刚即重新缩回安子怀里 行为十分眷恋 侍女应与见此情形 连忙第一时间告知了贵昌苑 如此一来将军对安子更加清新了 他若在迷恋一段时间 安子就能生下孩子了吧 贵昌苑胸有成竹道 如此一来他也不会想着报仇了 一切的发展正如贵昌苑所料 自雷雨之日后 刚即对安子越发在意 给他织衣服的布料都是用的最好的材贵 贵昌苑出生低微 所以喜欢强调礼仪和行事化的东西 剑刚即对安子宠爱过盛 便教导儿子也应该想着郑夫人杏子 和有生育之功的阿传 这阿传也的确会做人 剑士公敬道 比起自己 将军更应该关心母亲大人 贵昌苑一听果真心花怒放 眼光扫到杏子 强调道 为人母者果然是不一样啊 杏子文言握紧扇子 对着假母假样的婆媳和睦 选择了置之不理 但是事后他把安子叫去了自己的宫中 杏子当着安子的面 亲手摔破了一个金刚式花瓶 真是让人恶心 杏子倒在这个大傲 到处都是恭维奉承 纵有一百个一千个女人 也没有一个敬重郑夫人 大家的态度都随着将军的目光而变化 因而将军每次一情别恋 大傲里便会多出一具女人的尸体 然将军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站在他身后的贵昌怨夫人 杏子握住安子的手 他知道安子的过去 知道他为何而来 所以他愿意和他站在同一战线 安子看了一眼郑夫人 并未选择和其相交 回去之时 安子想起过去的时光 那份岁月静好 恍惚的好像是前世之世了 就在此时贵昌怨迎面经过 他和安子提到了承住 也就是安子的前夫 承住在将军大人的撮合下 娶了一户贵族家的小姐为妻 将军大人很同情承住呢 所以安子夫人您 也要努力回报将军大人的温柔啊 这番话等同于诛心 安子难受至极但无言以对 刚好另外一边的刚吉 也在接见承住 看着面前的臣子 视魂落魄的模样 他明白对方还恋慕着安子 但他也不忙 而是摇着扇子一派得意 也是 安子那么好的女人 谁又能忘的了吗 说罢刚吉功收敛扇子 对着承住道 也好就让你们见上一面吧 反正安子也想家了 见了你也许能忘记忧愁 这番话倒是有意思 也不知说刚吉太过自信还是心大 相见的日期是能乐会时 今时不同往日 救人相见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只觉得命运如此 人生一点意义也无 安子下定决心 想和承住一起殉情 承住定定看着面前的妻子 询问他是否是认真的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 两人约定再去宽永寺参拜之时行动 承住看准了时机 趁此带着安子跑到寺外的一座小房子内 今天之后 他们就能彻底在一起了 然而 命运不会让他们就这么如愿